幸好我把毒吸出来了 怎么能吸出来的 我的嘴啊 你几个地方的伤口 我就吸遍了 看着沙驼绘声晦涩的表演 水月大怒 拿起匕首便要结果了这个灯徒子 可现在的他身受重伤 怎么可能是沙驼的对手 没两下就倒床不起 沙驼健壮 也不再气水月 来到一旁为水月煎药 煎完了还不忘亲手为其喝药 一贯独来独往的水月 何时受过这种招勉 心中对沙驼也产生了好感 安顿好水月后 沙驼也向着芒山而去 与此同时 敌人杰跟随金吾卫来到皇宫 通过观察 他一眼便看出 金龙附生乃是方术所为 柱子上的龙头是被人用利刃砍下 对比长度 大小和龙已差不多 去看看 皇宫节背森业 搬出去 刀不如藏起来 你们说 站住 放手 龙一乃九五之位 谁敢胡来 你们莫甘馊 当然就散张了 我这位住手 比武还厉害 要想知道真相 就点头吧 在霍梗的同意下 众人在龙椅下找到了龙头 随后敌人杰亮出身份 来到了地牢 找到了玉池真金 看到敌人杰出现 玉池真金大喜 宛如找到了救星一般 他告诉敌人杰 罪魁祸首乃是幻天 可敌人杰却不这样认为 杀害两的自己人 然后失踪 明显不合乎常理 再加上一个小小江湖术士 怎么可能有如此手段 凶手必定另有其人 你们听说过风魔族吗 他们源于天主 根据三藏法师的天主游记所在 高僧说法 现场聚集信徒上前 他们一起目睹天际 幻象飞舞 欢喜灵力 这就是他们最厉害的遗魂大法 第一次听到如此方说 众人很是吃惊 随后在敌人杰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了内室上 在五妹娘的车脸下 找到了幻天的尸体 而风魔族之所以将幻天藏起来 就是为了误导大理寺的查案方向 误导我们查案 用于何在 皇上竟在咫尺 歹徒却未行辞 显然皇上并非目标 供你怕还藏有歹徒的党领 你就换去 先安排皇上撤 那天后呢 你的意思是说 这慕虎主使和天后有关 另一边 天后来到颇久牢房 欲要找五脸侯要个说法 谁料却被气跳拖出来 要置其余死地 千军一发之际 高宗带着人赶到 将陷入幻境中的五妹娘救下 高宗告诉五妹娘 五脸侯两年前就已经去世 这里早已空无一人 看着高宗竟然和敌人杰在一起 五妹娘直接被气晕了过去 高宗见状便要回宫治疗 不料却被敌人杰拦住 如今案情还不明了 为了安全起见 他建议高宗先去大理寺 躲开宫内耳目 高宗文言也表示同意 与此同时 沙陀来到盲山 初次信物见到了原侧 他刚想让原侧看看图案 没想到却被突然出现的一只白人打断 白人示意他不要出声 没办法 沙陀只能拿起手中图案 看着图案 白人明白其意思 将其带入一个空间当中 万法为实 实外不尽 独你心中来意 中土大唐出现疑魂大法 已受敌人截之意前来拜佛 看我是否能得力相助 又是百年痊愈因果 不是苦海回头是岸哪 这场恩怨情仇 人生不该起 你还是回去吧 随着话音结束 沙陀离开幻景 被白人带离寺庙 临别之际 白人送给其一个锦囊 沙陀不敢耽误 快马加鞭回到大理寺 将锦囊交给敌人截 里面正是天竺的大罗龙杰心惊 敌人截明白 这便是破解一魂大法的关键 可敌人截深知 仅凭心惊还是难以对抗风魔族 为了确保胜利 他决定亲自去请原策 但又担心自己不在寺中 手下无法对抗风魔族 沙陀健壮 便向敌人截推荐水月 他会帮大理寺吗 为了试探水月 众人和火演了一出戏 诬陷水月偷大理寺东西 最终水月通过了测试 可沙陀却免不了挨一顿走 就在水月离开不久后 风魔族也开始进攻 因忌惮抗龙俭之威 组长便派人假扮五妹娘 想要用美色 从敌人截手中拿下抗龙俭 不料还是被启发先 妖妇竟敢假扮天后 兵铁雪人 殿柱上的龙头 就是用他割下的吗 剑身份被识破 来人也不再伪装 现出真身与敌人截交战 敌人截也没想到 原来真正的风魔族 竟然是花火鬼夜 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花火鬼夜并未过多纠缠 化成一团火焰逃出大理寺 敌人截见状 立刻命手下严阵以待 准备背水一战 第二天 一名天王率先出现 对着众人展开进攻 众人健壮 赶忙开始默念心仲 不多会天王便坚持不住 老在了心仲下 风魔族健壮 也开始命族人展开进攻 眼见屋顶马上要失手 沙陀赶忙发出信号 守在大理寺外的金无未听到信号 立刻带人向着大理寺而去 可谁知刚到门口 就中了风魔族的幻术 看着面前出现的出手怪 不明所以的两方人马立刻射击 欲要杀死出手怪 殊不知 一切都是自己人的自相残杀而已 看着自己人彼此厮杀 敌人杰知道 如今只能使用抗龙剪了 他从草丛中拿出抗龙剪 来到两方人马跟前转动抗龙剪 随着神器转动 幻术也金属消失 就在此时 后院突然浓烟滚滚 皇上 胡椒 是 拿不灵 走 走 花火鬼夜从房顶跳下 拦住了众人 使用几招将众人击退后 便潜入境去要刺杀皇上 殊不知 此举正是敌人杰故意所为 为的就是要瓮中捉鳖 看着屋内竟然是玉池真惊 花火鬼夜知道自己中击了 反身准备逃走 不料却被困住 最终死在自己的方术之下 另一边 封魔族组长剑胜券在握 便对着敌人杰等人展开最后进攻 他命手下放出暗器和烟雾弹攻击 在事业不清的情况下将敌人杰趁机吊起来 抗龙剪失手掉在地上 沙陀剑壮赶忙将抗龙剪捡起 避免其落入封魔族手中 对此封魔族组长并不在意 他再次转动魔轮 召唤出消失的天王 对着大理寺展开进攻 封魔族族人也顺势化作怪物 加入了屠杀环节中 随着战斗愈演愈烈 星咒的效果也荡然无存 玉池真惊剑壮 扔出飞镖割断绳索 将敌人杰救下 见敌人杰获救 沙陀便想将抗龙剪归还 不料却被封魔族组长截下 就在封魔族组长高兴之际 水月带着原侧大师出现 白元一把夺下抗龙剪 对着怪物一顿输出 成功将其击毙 封魔族组长剑壮 指挥天王向着白元进攻 但见天王吐出数个触手怪 欲要淹没原侧 不料却被原侧反弹回去 剑壮天王大怒 使出终极大招 无数眼睛朝着白元飞去 白元健壮一跃来到其头上 随着一声怒吼爆发 天王化为血水消失不见 方术被破 封魔族组长也跌落到地面 仇恨乃永不超生地狱 怨念是食人心肺恶鬼 一旦产生 必陷入无边苦海 对于原侧的说教 封魔族组长自然不会同意 他扔出魔伦套在原侧头上 魔伦才是地狱 一旦被套上 无法可解 他让你永不得超生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说呀 蝼蚁虽小 尚且惜命 一代仇恨 和蓄点泪千万后续 杀我 你必后悔 说得太好 我杀了你再来后悔吧 封魔族组长万万没想到 魔伦竟会出现在自己头上 害怕的他再次跌到地面 沙游生魔 放下杀心 魔伦自然松解 沙游生魔 放下杀心 魔伦自然松解 剑松魔族组长放下杀心 颜策转动抗龙剑 头上魔伦瞬间破解 事后 颜策将抗龙剑归还 拜扶在大唐脚下 我是钢弹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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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